矯正美式發音 熟悉一隻多一 我們唸英文 有人覺得不可能 跟美國人一樣 甚至接近 不可能 因為他們是母語 我們又不是ABC 我們又不是外國人 我們在台灣 在中國大陸 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 這種觀念是絕對錯誤的 因為你唸錯了 或者唸得不準 那你當然不行 那如果知道怎麼樣發音 善加練習 就不一樣了 所以 有些人他沒有什麼對勁 可是他發音很準 就是他掌握訣竅 像這個 譬如說迷路 走失了 這個認不得路 這個 Street 你就唸不確實了 Street 完全不確實 你不要唸到說 美國英文 很捲舌 str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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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不對了 該不捲舌 這個 該不捲舌 完全不捲舌 該很捲舌的 叫大捲舌 就多捲一點 該捲一半 這稍微難一點 就慢慢習慣 就會唸得準 Street 像這個 利器 就捲一半 比較難捲一點 strap strap 這一半華人不太會唸 你說 你唸到不捲舌 strap strap 或者唸到大捲舌 strap 當然 就怪獻怪獻 當然 人家就說 你唸得不準 人家就說 因為我不是美國人 不是你是不是美國人的問題 而是你對不對 美國人有發音不標準 就像在台灣 有些國語 普通話有人講的標準 都不標準 那都是台灣人 中國大陸 有些普通話講的很標準 有些發音很重講不標準 那都是中國人 說明有些外國人講普通話 還比某些中國還標準 這跟你是哪裡 沒有關係 而是說 你知不知道怎麼樣發音 有沒有上家練習 有的人就是沒辦法 就說 我也不管了 我怎麼唸 我也搞不清手法 我就講說 我們不可能跟美國人唸的一樣 那這種人就沒有辦法 這也是捲舌捲一半 stress stress 捲一半 要多練習 就是舌頭剩一半的意思 舌頭伸出去就不捲舌了 身長的就不捲舌了 往回捲就捲舌很多了 你剩一半就捲一半 這一半到底要捲多少 就要稍微練習一下 那美國人 每個人也不一樣 有人多一點少一點 但是它大概是範圍之內 以大家能夠聽得出來為準 美國人也是不一樣 每個人發音也是不一樣 所以我最近聽那個VOA 美國之音 我聽了一些小女孩 聽起來 她二十幾歲 她也主持一些節目 教英文的 我聽了我氣得要死 為什麼呢 這美國小女孩二十幾歲 念得標不標準 很標準 那為什麼氣得要死呢 這很奇怪 這幾乎都發到第一個音節 英文有重音 有的第二音節 第三音節 當然有些 它是念到第二個重音 但是很多 都是重音第一個 好像有一些 美國比較年輕的這種情況 聽起來是怎麼聽就怎麼怪 但是 又講得很標準 發音咬字都沒有問題 就是重音 東電第一個重音 聽起來毫無怪異 所以也不知道 在旁邊有沒有人跟他講 但是好像這種情況也蠻多的 stretch 當然英文就沒有這個問題 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到底是英文嘛 所以 英國人看美國人又低一點 美國人 stretch 也是卷一半 身長 stretch 我們說搖晃 或是擺動 stretch 像這個 ay 你也可以說 外部發音 也可以說 ay 合起來發這個 a的音 都可以 stretch 不顯示 我們的方式 像台灣話跟普通話不一樣 所以台灣有些外省人 發誓用台語 發誓 發誓 被一個文英阿姨 老子哥說 什麼 發誓 就轉 就轉 所以很多台語的發音 跟中文是差很多 所以中國大陸很多人覺得 台語很難發音 有些差很多 stretch 卷色卷一半 swear 那漢也是一樣 又是一半 swear swear 所以當它前面都一樣的時候 後面那個音叫出來一點 swear R是半母音 swear 就R的音發一半 swear 那這個T就發出來一點 swear swear 然後這個是中寫 swear 這個L swear swear 往後上方滑一下 我們說 什麼什麼什麼 標籤 或者一開怪拉 Tap Tap 這個B就輕輕出來一點 Tap 完全不出來也不好 但是太重也不好 你說完全不出來 這個B不出來就是Tap Tap 聽起來是不對的 那如果唸到很重 T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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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桌子就完全不確實了 T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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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不一樣 T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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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就不能念错 像这个是大学是Tag 那TAK是Teak 所以TAK比较常用 如果TAK念成Tag 那就不对 这个标记是Tag 所以这很多 后面这种音要出来一点 Tag 一定要出来一点 半个人没办法判断 然后Tag 完全是不卷蛇 所以它跟什么音呢 会容易混在一起 跟Tag T-E-L-L讲话 所以讲话或说故事 T-E-L-L一般不大会发 可能发成T-E-L 不卷蛇 或者发成大学 T-E-L-L 所以T-E-L-L 说是卷一半 尾巴onom 尾巴不减蛇 所以说是1万 电话是卷蛇 卷一半 3万 6万 公里 TEL T-E-L-L 你看这个Tick就完全不见识 Tick Tick 那这个故事 我们讲故事 故事也是不见识 Till 所以后面要注意一下 所以这个尾巴 跟这个故事是完全同样的 所以英文常常两个字声三个字 翻译一样 经常有 可是翻译一样怎么判断 上下文 所以外国人自己会讲 会听 上下文 中文有时候也是很多字发音一样 那怎么办呢 听上下文 或者看字跟词 就有这个距离 久了就习惯成自然 那我们一般学英文 是第二外国语 第三外国语 所以反应的 因为练习的时间不够 所以反应来不及 所以很多这个人就说 要多练 是没错 多练习 增加 就是让你反应时间变快 一个就是听不懂的变懂 一个就是反应时间缩短变快 多练习 所以像我去美国的话 就是前面几天肯定讲得了 乱七八糟 因为这个 很少用 可是我程度在 大概过了两三天以后 那就结瓜啦 会吓死老外了 不是说我讲得比美国人标准 不是啊 也不是说我讲得比他快 不是啊 而是说我程度比一般的美国人好很多 不是好一点好很多 所以有些老外跟我讲 旁边的台湾都 这怎么可能 那个人太客气了吧 太虚伪吧 那老外说 不是不是真的真的啊 Talent 就是大权神 Talent 这种就不要客气了 就是大权神 Talent 所以我刚才说这个程度啊 就比如说Tick 比如说外国人 一般美国人就说 这是拿东西嘛 吃药他们当然也会啦 这没问题啊 那你说疾病啊 清洗啊 就生病啊 有些老外就知道 有些人不知道啊 或者说 你说神载大传老外也知道嘛 你说这个花费时间老外也知道嘛 你说这个 有些可能老外就不明清楚啊 像这个疾病突然清洗 有些可能不清楚 或者染色嘛 抓住 那个染色嘛 或者吸引嘛 就做也会啦 就是这些啊 可能有些人不知道啊 就像这个Talent 当然是天分嘛 外国也知道这个天赋嘛 天分嘛 甚至天才一般外国也知道 可是你说Talent 也可以当美人啊 美女啊 也可以当明星啊 这个很多美国人也不知道嘛 这就是程度嘛 但是你说 这个有些意思 就是很少用啊 很少用是没错啊 后面的意思都比较少用 可是它并不代表 没用啊 所以我看 我经常看美剧嘛 美剧那些 不是演员很厉害 不是啊 他们是被剧本啊 是那个写剧本啊 剧作家厉害 我觉得常常怕剧作家很喜欢钓鼠袋啊 有时候一个字啊 有很特殊的意思啊 那就演员可能拿到稿子 也不太会啊 要去问人家或者查自己 因为他要秀一下嘛 常常有这种 所以那个美剧啊 美国电影啊 常常有些字很麻烦 两个情况 第一个就是 一次多译啊 他用一个比较少的 可是有啊 自己有这个字 有这个意思 对啊 这个就很麻烦 而另外一个就是啊 一般我们不太会用的 就新的字 新的意思 像杂草嘛 WED WED 可是像美国这个 很多人就讲什么意思啊 就是像那个就是 毒品 毒品 WED 那种像大麻一样的 WED 那种 这个很多人就不会啊 T 完全不确实 就是很温顺的 吸引啊 溫顺的啊 那像 TEM TEM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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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物的皮啊 要做鞋子啊 要做包包啊 要经过 很复杂的加工处理啊 要把皮啊 变软一点啊 变软一点啊 呃 就是柔皮啊 或者染色啊 这些啊 就是 把皮啊 变软一点啊 TEM 也可以它用皮肤晒的比较黑一点啊 TEM 啊 大军蛇 Tango啊 纠结 纠结在一起啊 纠结轮啊 啊 Tango啊 大军蛇啊 Tank 大军蛇啊 一般讲坦克嘛 有人讲坦克啊 那游轮的话 大游轮啊 叫贾伊啊 Tanker 所以人家搞不清楚 TEM可以是坦克啊 贾伊啊 就装那个原油啊 石油的大游轮 那本来就是一个容器啊 比较方方正正的一个容器 或长远形的啊 Tank Tap 就是什么龙头啊 什么切银器啊 或者或者那个 轻轻敲一下 Tap 大军蛇 那这两个就差很多了啊 Tap 是Tap Tap 是Tip 完全不一样啊 这个什么 通平交铺啊 什么什么带子啊 这些东西啊 Tip 录音带啊 Tip Tariff Tariff 就关税嘛 可是啊 这个它有意思很特殊啊 那外国人 美国人有些知道 有些不知道 因为美国人它的程度 美国人不一样嘛 我们的家务表啊 我们去餐厅啊 怎么有没有家务表啊 家务表应该怎么写啊 那当然有好几个字啊 其中一个就是Tariff 也就是这个Tariff Tariff 不是关税嘛 也可以是这个家务表啊 这个比较特殊一点啊 就像Statement Statement 本来是一个声明嘛 也可以当对账单 对账单 对账单 银行的对账单 DED DED是一个行为嘛 也可以当房地产的权装 所以有些 一之多一的玄妙在这些地方啊 像Doctor 医生嘛 可以当动词的篡改 把人家数字啊 什么没有经历 要统一啊 篡改 那Taste 就是味道啊 完全不觉得是Taste 那Stre呢 Taste 所以X发两个音 所以有时候 有些字母不发音 有时候两个字母发一个音 有的时候 一个字母发两个音 就像X 才能发音 Taste 我们再念一遍啊 念完一遍 再看它的一之多语 很复杂的 Straint Str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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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尾音都念轻一点啊 就是人家听得到就可以啊 千万不能念重啊 但当然不能完全出不来啊 Sweigh Sw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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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ll Talent Ting Tang Tango Tank 像这个音 它是N跟这个比较长一点不一样 都是比音嘛 怎么分啊 就是N在前面一点的位置 这个下面比较长的 是比较后面 像N就是N 我在前面 就是N 在后面一点这个差别 所以念到如果是N的话就Tank Tank 那这个音在后面叫Tank 再多练习 Tap Tip Tariff Taste Tax 我在看很复杂的一支多语 像这个String 可以当动词 可以当形容词 可以当名词 为什么呢 一个字就一个词性不好嘛 一个字就一个意思不好嘛 好得不得了 做不到 语言就是复杂的 就是丰富的 这没办法 因为语言是千百年来 很多人讲习惯 那你说 英格兰可能就一个词性一个意思 跟苏格兰有别的词性别的意思 那都是英文嘛 所以这个没办法 这解决不了 语言就是 迷路啊 走散啊 闲逛啊 流浪啊 然后又隐身为 插开题目 离题了 插开题目 或者分心 就是走偏的意思 基本上走偏了 或者乌入歧途 这些 那形容是迷路啊 走失啊 流浪的 但是又跑一个 偶尔的 所以一直夺一 很讨厌的地方就是 有时候有些意思 可以推敲出来 有时候完全推敲不出来 它的原因就是 不同地区的时候 它就完全不同的意思 比如这个意思在 英格兰 大概就这个范围 苏格兰跟你英格兰离合园 它就有另外一个意思 同样的中文嘛 同样一个字啊 或词 在山东是这个意思 到了湖南有另外一个意思 这些常见 名词啊 就是迷路的人 或流浪者 strand 它就只能当名词啊 就是它本来叫力量 力量力气 后来又隐身一大堆的意思 比如实力啊 效力啊 强度 那后来又隐身 这个酒的浓度 酒的力量啊 这个我们说 以前水浒在武松过几阳高 哦 这个酒啊 这酒很有力量 这酒怎么会有力量 中文也这样讲 这个酒很有力啊 很给力啊 这酒很有力量 这酒的浓度高嘛 或是strand 也当长度啊 这都也比较特殊 这力量跟长度有什么关系啊 呃 呃 strand 啊 呃 这个 可能打错了吧 应该没什么错 应该是强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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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人数啊 兵力啊 体力啊 strand strand 就是名词啊 动词啊 动词啊 压力啊 紧张啊 然后strand 也可以是啊 重要性啊 因为你 怎么讲 你有压力嘛 那就觉得它很重要啊 或者重阴啊 就都衍生出来了 那动词呢 强度啊 着重啊 或者用毒重阴 或者加大压力啊 或者 呃 这个 有精神压力啊 这个 啊 这个是 应该是 我大的时候 大到这边来的 这这这 这应该是名词啊 精神压力 担心一下 名词啊 strand strand 是动词啊 就是生死或者生长 拉直拉紧 存打啊 延续 连绵 好像土地啊 一片啊 延续出去啊 连绵出去啊 那这时候 这个 这个那个 spread spied就很像啊 我展开啊 啊 所以有的时候 英文有同一字嘛 有精一字 有时候stretch 某些意思的时候 可以跟那个 spread spied很像啊 可是有些意思不一样啊 就不能 不能带坏啊 或者 过度使用啊 或者 滥用啊 或者 夸打 很重 能记 几个就记几个 不要长久 记不住就算了 以后再说嘛 因为这个 有些字 也不一定常用啊 名词就是伸展 或伸长 也可以当伸展药 土地或时间的黏绵啊 就持续一段时间 或者土地延伸出去 或曲解啊 或过度使用啊 也可以当伸缩性 这就很好用啊 因为伸缩性 这个常用啊 所以有时候 你要讲到中文啊 伸缩性 英文中文讲 只用stretch 当然还有其他的字 所以英文有一次多意啊 当然有多字一意啊 或多字近意啊 还有直线跑道 最后觉得 还可以当行起啊 因为行起就是啊 你做到一年两年了 他时间延伸下去 这样过来的 所以 动词就是 摇动 警协 弄歪 名词就是摇动啊 支配统治啊 影响权势啊 这些有些真的 推不出来啊 所以有些也很难去解释啊 反正就尽量记吧 记不住至少一个印象啊 那真的记不住 因为碰到外国有些文章的时候 你就 你就猜猜看嘛 如果他当诠释的时候啊 这应该是 有诠释了啊 或者有影响的意思 你就猜猜看嘛 猜得中 那就OK啊 猜不中的话 就查到字典啊 或者先放在一边嘛 就像我感觉里 Doctor 是名词嘛 医生嘛 或者博士嘛 但是一看显然是动词啊 哇 那就不会了 就猜猜看嘛 那当然你可以猜说 医生嘛 添加治病 那就猜对了 那如果是篡改 可是你不知道是篡改 那就说 那就 把它控在那边 就不要硬是把它想成博士嘛 或者写论文 或者治病嘛 因为它篡改文件不一样 所以有一些字 套不进去 那就放在一边 不要硬是套 它就不是那个意思嘛 Swear 就是整当动词啊 就是 发誓 宣誓 诅咒 罵髒话 还有一个保证啊 发誓就能保证嘛 所以这个发誓跟罵髒话 诅咒好像也不太一样 Swear 一般是汗水嘛 那也不一定是汗水 水珠也可以啊 一般是汗水比较多啊 所以字典上啊 一字多语 才会写一二三四五五六七 这样子 意思类推 你说一个字怎么 一二三四五六啊 就不要它有那么多意思嘛 那你说记不住啊 没关系嘛 你就记一嘛 一最常用嘛 二次常用嘛 所以它如果写个五或者六 一下记不住正常嘛 记不住正常嘛 那你知道就记前面两个嘛 如果你记好一点啊 或者前面两个人都知道 就记第三个 第四一次累推嘛 那真的后面记不住就算了嘛 以后再说嘛 也可以当神经紧张 Swear 流汗嘛 流汗有时候会神经紧张 会出汗嘛 或者苦才士啊 动词就出汗嘛 或者接着水珠 或者水珠 或者水珠就有点水气嘛 或者渗出液体嘛 都是液体嘛 或者焦虑啊 出汗有时候紧张焦虑啊 辛苦工作出汗嘛 苦干事干 或者剥削 剥削就很难去自言其说 我吃力对付啊 所以只有剥削 剥削怎么会出汗啊 怎么会液体 更奇怪 那Swear这个字看起来简单嘛 就是中起来嘛 动词嘛 可它也可以导致形容词名词啊 这叫词性也算复杂 就是说 因为一个字 一个词性简单 两个词性正常 三个跟三个以上 就算开始就算复杂 目前看到最多 一个字有五个词性 像体验学体的五个词性 动词有种起来嘛 种上嘛 或者土地种起来 土地种起来 就土地隆起嘛 比如说 你到学校开车啊 或骑摩车 到学校 一进到嘛 噗噗噗噗噗啊 地上一大堆吐去 就叫你不要开快啊 不要这个 怕撞到学生了 还有河水上涨 反正是吐起来的意思啊 或力量增加 或骄傲自负 情绪高涨 或者烦 像船嘛 没有动力嘛 烦 风一吹就鼓起来嘛 或极高音量 有这些意思 那行动词啊 什么样 这个 就跟这种起来啊 身高就没有关系啊 很棒的 会不会是这个 我们说 你的脚啊 屁股都翘起来了 都翘起来了 就很棒 浮上时髦的 反正就是 光鲜亮丽的 虽然 光鲜亮丽的 很棒的 红头人见这意思 明哲鼓起来啊 或膨胀 肿胀 或壮大 增大 或者衣着时髦的人 或者风云人物 像我卡尔卡非常喜欢唱一首歌 叫风云人物 融起的部分 或者浪啊 汹涌 汹涌嘛 就让那个长起来嘛 汹涌 或声音坚强 TEM 这个意思就 有很多 完全不要 种子就很讨厌 所以有些字啊 它可能 有 若干个意思 可是 简单 为什么 咱们在一个范围之内 因为 也很讨厌啊 也不一定 它有很多意思 它搞不好只有三个意思 三个意思完全不相关 就很讨厌 你看嘛 我们念一下 名词 易经 易经 易经跟帽子的户 就不一样了 因为帐簿啊 可翻 可这个应该是 可翻越 可翻越标签就是什么 比如我们账簿啊 或者是 我们的什么 记录什么东西啊 有时候我们会贴一个标签嘛 就是表示说 哎 我做个记号 就那个 指的那个可以粘的标签嘛 或者拉环 这意思都差很多啊 密切出事 监视 账款或费用 哇 你看这种就很讨厌啊 意思差距很大 那动词啊 就是装上衣巾啊 或装上 拉手 拉环啊 或提上标签 或者把什么都去称作什么名称 或者监视 啊 所以这个字就很麻烦了 那桌子啊 看起来很简单嘛 就桌子嘛 也不简单 所以我看英文单字啊 简单的字只有两种 第一种就是 看起来很简单的字 它也确实一字很少 第二种就是看起来这个字母很多嘛 可它只有一个意思 这种简单 大部分的意思啊 不管它这个字母很多 还很少 都有很多意思 还有好几个词形 你看桌子嘛 但是也可以当餐桌 就主要的桌子 它不是书桌小桌子啊 也可以当餐桌 也可以当一桌人 也可以当人嘛 也可以当食物嘛 也可以当眼神嘛 桌子嘛 主要的桌子 有点吃饭嘛 吃饭一堆人嘛 这个桌子上嘛 我们是要吃饭嘛 有失误 这些 勉强都可以联想在一起 勉强 当然一手差很多 可是这个后面就没办法 表格 表格跟桌子有什么关系啊 表格 惩罚表 像九九惩罚表 这个东西 怎么办呢 动词放在桌子上 可以联想到 可是各式一案 就放在桌子上 以后再说 英国就提出一案 制身表格 Tag 名字是大头钉啊 土钉 它是平头的 平头的钉子 就大概用拇指给按住了 又跑一个衣服的甲缝 什么叫甲缝 就是衣服啊 因为一般人没有在做衣服嘛 叫做裁缝师啊 他把你身体 三维啊 这个手啊 这个量好以后 他现在做一个大概 他以前都是用 现在年轻人看不到 我们小时候只有一个粉色的 不是笔啊 好像三角形圆形那种 先画线 画线 然后呢 先做一个比较粗的 也是缝啊 先做个大概 做差不多的 然后细一步再修改 所以比较粗的啊 前面那个粗的缝 后来要把它拆掉啊 还要做更细啊 那这样 前面粗的叫甲缝啊 那个针也 针线 那线也比较粗啊 后面真的要做这衣服 那个线就很细啊 这小时候我看过那个 还有航向啊 通常是穿着航向 你看这个钉子呢 跟甲缝就差很多啊 又跟航向又差很多啊 跟这个粘性 这几个意思差太多啊 还有方针啊 动则是用拼头钉钉上 还有针使用 我刚才讲的比较粗的啊 针脚铜上甲缝嘛 他是做一个大概嘛 改宣译者 所以这个字也讨厌 Tag也讨厌啊 这几个字讨厌啊 他的名字动字 名字是牌子啊 表签 还有在 就是我们说这个带子啊 我们讲鞋带 好了我们这边 故意打个鞋带啊 比较多啦 应该是带子 你看鞋带啊 鞋带它尾端的部分啊 因为你会有嘻嘻出来 就不好吸进去嘛 它有个小枯啊 砸起来 我们穿鞋带是前面的有个小枯嘛 砸起来 这个字哦 外部分可能也不知道啊 所以你要是这个字能用出来 而且用正确的老外外吓死 吓到下一条 还有动物的尾巴啊 也可以瀑布条 你看这衣食差不多 还有一柳毛发啊 就是可能十几根啊 这样头发啊 一柳垂 美女有时候 一柳头发垂上来 应该讲头发啦 毛发体毛应该不会吧 应该讲一柳头发比较多 还有依附了小罪事啊 还有附加职啊 结束语啊 结语啊 还有口头禅啊 像口头禅常讲嘛 所以你用tack 当口头禅老外说 哦 这英文很好 或者外号 或者丁少的 哎呀 这个字好麻烦啊 动作是贴上标签啊 附加 或者跟踪为谁啊 或者连接指控 还有这个 这个也满 现在满常用啊 就是给车子贴上违规 警察 贴上违规的 也不要讲船票了 违规单啊 法呆嘛 这一般叫尾巴嘛 可是你看 他还可以当动词 还可以当形容词 我们先看名字 尾巴嘛 像尾巴的东西嘛 或者是法鞭嘛 像鞭子一样 像个马尾巴 我们也讲马尾嘛 这女孩子 小姑娘 砸个法便 砸个马尾 也跟马无关嘛 跟尾巴也没关系嘛 就是 一种讲法嘛 就是 我在当燕尾符嘛 燕尾符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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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符嘛 尾就是尾巴嘛 一样嘛 屁股 动词是尾符呀 跟踪啊 或装上尾巴 或者变小 因为通常动物嘛 身体很大 尾巴的细细常常变小嘛 行动词是尾部的 或从后面来的 温尾符这个就超级麻烦 太麻烦了 再念一遍 慢慢念一遍 就没办法解释了 他可以动词名词先看 因为他主要是动词用的多 动词 拿取 你说拿过来 拿下来都可以啦 这件词叫拿取 夺取 赞领 抓捕 吸 染色 就做 修学分 承担或容骂 吃喝 服药 吸收 花费多少时间 执行 植物的生根 产生兴趣 搭车搭船搭转工具了 记录或拍摄了 把什么东西看起来 什么东西啊 买下来或租下来 欺骗 打击 或者生病 或者生病 就突然 他 只是突然生病 取历 这个是超麻烦的 那名词呢 镜头 怎么会当镜头啊 好奇怪 当捕获量 收入 依法获得 财产 移植 意思是器官啊 拍照 鱼啊 咬那个鹅啊 上钩了 鱼上钩 受欢迎 变成 走路 抓住起飞 那为什么那么多医生 越常用嘛 越常用的字 意思越多嘛 越不常用的字 意思越少嘛 像专业名词 就很多是专业 不是专业名词啊 专业名词啊 专业名词啊 所以要的名词 植物名词 动物名词啊 或者是一些工程名词 那就简单 字识很难 字识很复杂 就有一个意思 因为它少 少出现嘛 反而越常出现了 它的意思越多 所以我们一般都觉得 哦这个字很简单嘛 这个就拿过来嘛 打完收工 就完蛋了 一大的意思完蛋了 所以 一字多语不好 或者没有一字多语观念的 英文 绝对好不起来 所以我有一个讯息 让我们到 有一个频道叫 一字多语啊 那很重要 可奇怪 看的人就少了 Chill Chill就是名词故事啊 传说啊 谎话 有很多传说假的嘛 或行话 或总数 奇怪 前面四个有点接近 后面有跑第五个总数啊 只会跑出来 奇怪 Chill就是天财 天赋 天资或天赋 然后怎么会变成明星 或艺人们 通常是富数啊 一堆人啊 也可以当美女 这个也是很讨厌啊 那Tim主要是有几个意思啊 像动物经过训养的 就温顺的嘛 挺使唤的嘛 安全无害的嘛 然后也可以是平淡的啊 单调的啊 土地紧开垢的啊 也是有点复杂 也可以当动物 啊 巡化啊 顺从啊 失去光芒 又可以当开垢土地啊 土地就是 开垢了嘛 就是进化了嘛 这是反正衍生过来啊 今天这是柔皮啊 让这个皮啊 变软啊 可能要 用残化血药器 或者泡在水里 泡在液体里面 让皮啊 变软 然后可以除毛 因为你做皮肩嘛 不能有毛嘛 把毛去掉 有时候热水啊 晒成啊 咖啡色啊 中褐色的咖啡色嘛 拎着柔料啊 中褐色咖啡色啊 或咖啡色皮肤 而怎么又跑一个马西团出来 就怪了 马西团跟这些没什么关系啊 所以这个就表示 但是英国当初有某一些地区啊 某一些人啊 他就不知道怎么联姻 他就跑到马西团 但是因为使用的人有一定的数量啊 而且使用的人已经超过一段时间啊 甚至进入文学作品啊 字典叫承认啊 就有这个意思啊 所以字典的英文意思 只会增加 不会减少 你说有些字典不用是没错 可是你要是看古书啊 看那个古装剧啊 它可能要出现嘛 所以字典基本上 不会剪字啊 也不会把意思拿掉 只会加字加意思啊 综合色的啊 改为色的啊 Tango就是纠结纠缠骂啊 卷入陷入啊 乱成一团吵架 名词纠结啊 混乱 也口叫 口叫罵的时候是一团混乱 所以像这种字啊 虽然有好几个意思啊 可是大概推销得出来啊 像tank 它反正就是容器的意思啊 所以 像这种有很多意思 但就把想 跟容器有关的 就比较好记一点啊 名字就是 组成水货 最早是组成液体啊 后来也包括气体 柜啊 柜子啊 罐子啊 箱子啊 槽啊 都可以 一档珠水池啊 就组成液体为主啊 气体也可以啊 池塘 后来又变成现在这个近代的 又有坦克啊 牢房啊 后来关起来 关在一个四十方方的空间里面啊 容器啊 那冻子呢 就是组存在柜子啊 或者罐子当中啊 怎么又跑一个 冻子可以产半 是好奇怪啊 所以记不住没关系 Tank叫龙头啊 这叫水龙头 你要龙头啊 因为为什么不加水龙头 那气嘛 液体有龙头嘛 能水龙头就跟气体没关系啊 这叫龙头啊 就水龙头 气龙头啊 但是没有讲气龙头嘛 就罚嘛 就叫罚门嘛 我九桶的塞子啊 切零器啊 洗电话 这个仪式也差很多 那冻子更麻烦啊 冻子装上塞子 在树上磕痕啊 就把它切一块 然后给树式给流出来 取液体 接通电源啊 这个就常用 这个字就好 应该说实用嘛 或开发 你看这个 这个现在用的就很多 用手指或触控笔啊 点击萤幕啊 这个现在常用 或者甚至讨钱 或者清牌或清销 然后 tip呢 一般就带子啊 或者线带啊 磁带啊 卷尺啊 透明脚步 这些意思 还有就是赛跑到终点的时候 它有一条线嘛 那线是哪里去碰的啊 所以你看那个赛跑选手 快到终点 用胸部 当然女孩子占便宜嘛 那但是 女的跟女的比 每一个都用嘛 就胸部 往前一挺 那你说 为什么不用头啊 鼻子啊 因为头 因为那个高度 大概就在胸部的高度 所以你用头 还要头要低啊 往下 比较累啊 所以胸部一挺 动手的时候带子啊 用带子宽插 或者脚步 黏起来 或者有录音带录影啊 或者是缠上这个绷带 或者用捐食粮啊 这个也是挺麻烦的 Jerry 一般讲 关税啊 或税率啊 加募表嘛 要订税率嘛 一个价钱嘛 收费表嘛 所以这个加募表嘛 这个就很好用嘛 你到餐厅啊 哪里 墙壁上 或者是餐桌上 还有这张纸啊 一个表格啊 加募表 英国又可以当菜单 美国的价钱 英国美国一些字 一直不一样 动词啊 叫收关税 或订税率 Taste 一般就味道嘛 味觉嘛 味道嘛 体验嘛 或者一口嘛 一点趣味 兴趣吧 动词 尝尝味道 体验 吃喝 Tax 一般说 税金嘛 收税嘛 税金 你一定有压力嘛 钱要付出去嘛 有负担压力 也可以当会费 动词啊 就 课税啊 或收会费啊 有负担 指责开架 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意思 多月的信息量太大 但是 记不住 没关系就算了 但是 程度要好 就是在这里 记得越多 程度越好 可以这样说 这一集讲这里 有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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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负担